这号在这摆摊摆啥呢 看看啊 咱们摆摊只要再重新摆一下 就能恢复他刚才摆的东西啊 啊 他可能没摆摊 可能是只逛街逛到这 瞎溜达呢 花生93号瞎溜达干嘛呀 在这等着买小铃子的东西呢 就以前啊 就是以前咱们几年前得往前推 十年前左右吧 玩梦幻的时候 那时候被大号的 像刚才那个兄弟被大号的人很多啊 就在这会儿建议摆摊 就正常可能花5000块钱买的装备啊 可能摆摊的时候 9999万就能买得到 还有人特别坏的人卖佛手 佛手在NBC内买9块9啊 99他卖你一块钱 摆着摆着 他他妈突然把一个佛手摆35万啊 有的人贪小便宜 买没买过1000万的佛手 一买佛手他妈生成1000万啊 直接把你钱全都掏空啊 啊 简形骗术卖佛手卖血色茶花啊 有人被抬走过吗 有人要进阶一次啊 叫谁的小号名字没念清 能再说一下吗 这么多人被骗过呢 在后期还有个埋态的招 他摆一个你喜欢的装备 然后摆一个30万 但是他的 你一买他就提示餐主正在忙啊 怎么买都买不下来 那招也挺恶心 其实 后来等你能买的时候 他把头一头摸换了啊 可能原来是一个 时段的装备啊 他换完的装备可能就是一段的 买个大白板 你看咱们直播间 我说这几个片数引起了大家共同的回忆 感觉自己他妈被坑得好惨 我觉得那些片数啊 起码还是有一些智商的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而且人家有成本有风险跟着 对不对那佛者平时就是 99买的 人家卖你一块钱 你不赚人98块钱 你被人骗几十万也还好 对 最他妈的侮辱人智商的就是卖彩果 啊 什么10个彩果 670万啊 摆摊卖 摆摊卖10个彩果670万 其实是一个彩果670啊 那招他妈被骗的人 我觉得他妈的真的是得哭啊 有被那个招骗过的兄弟们 再来个一啊 说好10个彩果卖670万 趴他摆摊卖 然后是10个彩果 价格也是670 但是那是单价啊 啊 你想进阶啊 行进阶来上号吧 啊 还有一个片数呢 叫做逍遥镜啊 因为以前的孩子是放在镜子里的 买孩子的正规教育手段呢 其实是应该去马婆婆过户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那是给你发了个孩子啊 在逍遥镜里面 然后趴他你2000万买个逍遥镜啊 逍遥镜拿回来撒了 里面没孩子啊 还有一个片数呢 也挺有意思 叫做计台片数啊 一个挺稀有的道具 他在建业买800万 然后用别的号呢 喊1500万收啊 这家伙要是有点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聪明的人 怕他就给建业的800万的买了啊 买人买完秘人家说 1500大哥你在哪 1500大哥不理他啊 第二天还在人卖计台 不过计台那个片数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过啊 我觉得这个片数成功率太低了 这个片数听过吗 兄弟们啊 计台片数 我见过最厉害的一个片数 是啥片数呢 就是 他说买你东西 然后让你去建业城 丢给你自己的小号 很多人迷迷糊糊的时候啊 装备就被骗了 那个片数其实就是左绕右绕啊 然后他拿一个跟你名字特别接近的 让你丢回丢还装备的时候丢错了啊 交易的时候交错啊 交易错 那个片数是挺终极的片数啊 他要买你个9000万的装备 他不直接买 他说你来建业啊 你交易给哪个号看一下 你自己建个小号丢给自己的小号 然后你用自己小号丢给自己主号的时候 就可能丢错啊 那个片数其实挺厉害的 现在看不见了 因为现在能显示等级了 还有就是 啊 背包满了的片数啊 跟你交易的时候东西放满 然后说我看你这么诚心啊 2700万收高币 我再给你加个订婚珠吧 然后第一次东西买没交易成功 第二次他他妈放个订婚珠 没他妈放2700万 对不对 有的人贪小便宜说哎 真他妈傻给我2700万还给我订婚 抓紧时间点交易 结果一个高币换他妈一个订婚 就成天他妈在建业 成天在驿站收成年收啊 还有的片数就太低端了 他妈变个野鬼卡站在他妈第三啊 第五三层假装他们NPC啊 假装吊死鬼啊 真的你看他都好笑你知道吗 你都心疼他的点卡 那个片数你看完你都觉得害羞 我操 你他妈你说那变身卡也不便宜 是吧 往那一站起个名字就吊死鬼 他那吊肯定是不对的啊 咱们就多几个标点符号 就往那第三的一站啊 咱们就好笑 咱们就好笑 咱们就好笑